浊西湘的南岸游客中心 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热爱登山和大自然的民众来访 而近几年来浊西湘登山协会成立 更是培养了在地的导览人员 希望借由当地人来述说自己土地文化和自己的故事 推广了这一年也广受好评 山游喜欢浊西登山协会的协作以及导览人员 精彩的导览风格 来自浊西湘太平村中平部落的萨利朗 是一位作家更是浊西湘登山协会的协作以及导览人员 常常有山游指定萨利朗来为他们团队来导览 幽默风趣的风格让山游爱不释手 布农语叫阿醒 阿醒的意思就是扫把的意思 然后动词就是马阿醒 就是扫把 然后在汉人的用途里面 大家有看过说一吗 说一的他就是用这个 这个树根里面的这个 做成缩衣 这个就是那个缩衣做成的 再看一下 好 这个再布 卓西湘的南游客中心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热爱登山 以及大自然的民众来访 近几年卓西湘登山协会成立 更是培养在地的导览人员 希望借由当地人来述说自己土地文化以及自己的故事 推广的这一年透过多次实际操作 培养具有面对群众的解说能力 协会希望让每一位协作以更宽广的视野与坚实的行动力 担任自然与人之间的桥梁 并成为有影响力的环境守护者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坚实的行动